地震當下在南投仁愛鄉旅館的一樓大廳 落地玻璃被震盪明顯劇烈搖晃 地震短短幾秒鐘卻是仁愛鄉50年來最大 在這個地區 我們從1937年 就是將近50年的時間 搜尋所有的地震記錄裡面 發現這麼深的地震 在這附近 只有它唯一案一個 規模超過5的 地震來得相當突然 當地以前也沒有發生過 深度超過30的地震 而這一次剛好又發生在921 滿22週年的前幾天 我會想起921地震的可怕 因為天遙地洞 然後樓梯整個崩壞 然後不知道從哪裡出來 不少民眾擔心 是否跟921大地震有關 感到心有餘悸 氣象局則表示 921的震央位於南投吉吉 是屬於斷層淺層地震 地質相對來說比較脆弱 跟這一次地震不同 那它這個位置呢 因為深入比較深入中央山脈 那它這個位置本身呢 是屬於比較堅硬的 變質炎的地區 那有可能是 因為它是堅硬的炎塊 有可能是長期以來的推擠 而且它的能量的釋放 次數非常少 50年才發生過三次規模超過4的地震 目前推估後續餘震應該會非常少 但是這兩三天不排除 還是會有規模3到4的餘震 而這一次偶發性的能量事發 並非大地震的前兆 不少人這一次沒有收到地震的警示簡訊 這名點在臉書後文表示 可能是兩套速報系統都沒有達標 計算上純粹是震源深度較深 為了求快就無法太精準 而這個地震來得太突然 劇烈搖晃也讓不少南投人直呼 真的好可怕 七月的新聞成家貴蘇泰影 財影中部中心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同時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焦點 等你喔